Hello,大家好,欢迎访问海星微课堂 今天这个微课我和大家分享 使用了一种新的一个录制设备 就是直接使用手机的摄像桃 以后我使用这种蓝牙的一个控制器 进行一个控制 那今天的内容我是刚刚 我这两天天气比较冷 所以我就在家里一个录制视频 那我就把我爪七的Clubox 拿来使用一下 因为它比较轻薄 打算过寒假的时候 要带些孩子一起出去玩 所以我就又藏心把Clubox撕起来 那这样的话我就看了一下 你要上段时间 我刚刚又买了一个视频截取卡 那我今天就把Clubox 使用带你上网的这个方式 也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这边我就直接切换到 我的一个桌面上进行一个演示 那这边我已经切换到我的桌面 那大家看到我的桌面上 我已经把我这个Clubox 来通过镜像的方式 因为我使用截取卡 所以我两个是这样一个镜像的 这样就连接过去的 那这样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 就是说 两个摄像头 实际上它这个是模拟两个摄像头 两个显示器 你要这样设定 它使用有镜像功能 还有一种功能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打开以后 它就这边就不能够录制的 所以我还是 它实际上一个扩展屏 就是你把这个往这边一拉 那就在另外一个屏幕里面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 可以把我们这个屏幕扩充到 比较大的一个屏幕的 那这边我就直接 在设置里面 那Crowbox它设置里面 像我们一个联网的话 你看我现在是连接到一个网络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使用网络 这边我会使用一个代理程序 那有两种方法 代理一般只是 HTTP的一个代理 或者S5的一个代理 是Sockers 5代理 那我这个使用的Sockers 5代理 那这个代理是我 举于往的另外一台电缆上 部署的 那这样的话 我这边就可以直接可以上网 那一般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 Crowbox是不会的话 我这里稍微看一下 怎么能不能注销 或者这是退出 那我先锁定吧 那锁定的以后 就像我们一般的是新 拿了一个Crowbox 有时候是连接不上去 因为你要科学上网的话 那这边你就直接在这边就可以连了 网络在这边就可以连 你在锁定的时候 还没登录之前 你就可以再连Crow 然后这边 它这个也不行 它这个还是要登录的 但是我们第一次登录我不知道 我试一下 但是我关机的时候我就又不可以录屏 那我这边就还是使用这样的操作吧 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在开始最早的录制的时候 那这边就是一个代理程序 那我这边使用的是Sockets 5 因为Sockets 5 我代理程序一般的像我们的V2Lin SS 或者Bluke 它们在本地创进的都是Sockets 5 所以这就很通用的 我再试一下 因为我这边都没有使用一个插件来的 那我们在配置好以后 就是登录成功以后 你可以再使用Clone的一个插件的形式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这个就是可以没问题的 像这个我就可以连接上去 是很快的 那这个是这种方式 那下面我再和大家演示一下 我另外一种方式 那就是说我直接使用的 我的这个手机作为一个代理 也是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去 那这边我是还是使用的 我早期使用的这一个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使用的这一个 一个是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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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N 我这链接好以后 因为我这边还是用使用的一个代理程序 这一个 Planet Server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能不能看得清楚 可能看不清楚 那这样我就在这边 就在手机端这边就做了一个测试 做了一个 STTP的一个代理程序 那这边我就直接连我这边的一个 在这边设定 那这个我的手机的那个IP是201 那我这边就是HTTP S STTP的 那这个端口是 60端口 那这边是保持不变 我们保存一下 那我这边我们还可以断开 再重新连一次 好 这链接成功了 那我这个代理程序 我们再试一下看 能不能科学上网 那我这还是使用Youtube 因为我这个使用的是上次那个一个 VPN的 那这个也可以的 那像我们成功的登录这个 Cloudbox以后 那我们登录成功以后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插件 你就可以跟我们平常一样的 按照这些插件 像我这边就可以按照这个插件 那这个 启用了这个插件以后 它就会替换到你这种系统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这 它你可以继续使用系统代理 系统代理还是可以上网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使用的 你也可以使用 我像我这边的 有些这些 我也可以使用的 那它这个就可以是进行一个分油的代理 因为我们使用这种 可以进行分油 是自动可以自动分油 新加坡要你 自动 新加坡根据条件去切换 那我这个就是根据条件来进行一个切换 那这样的话 你访问百度应该是很快的 看有没有设定 好 其他都是直黏 我看一下 这个就跟以前我们的其他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那 总结来说就是说我们先在登录的时候 我们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局域网里面去 然后在手机或者在其他的电脑端 配置一个本地的一个代理 然后本地的那个代理你要开启 就是所有的IP都可以登录 就是你要设定一下 然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成功登录 登录你的这个Clone bug使用 Gman账上登录 最后的话 你一个想要更智能的一个分油的代理 就张这些插件 张了插件以后 然后你就进行一个设定 就是自动的一个设定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刚刚又有一个截取卡 然后又有这一本 我就做一个新的想尝试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有Clone bug是可以尝试使用一下 我觉得他这一款远接 如果只是这个笔记本只是当做办公用的话 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疑虑 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反馈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